所有七機車都是直行向前 怎麼有一輛黑車靠近 而且是逆向 黑車駕駛完全沒有注意到自己開錯 也沒注意到自己跟別人開的方向不同 警方到場現場已經出現了大塞車 只好趕緊的協助黑車駕駛把車開走 立即的管制疏導交通 這是在高雄三明區 九如二路跟博愛一路口 71歲的董姓女子駕駛自小客車 因為不熟路況一路逆向 而阻擋了後方的車輛通行 警方到場之後除了是協助自小客車回轉 也因為逆向行駛開出了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的罰還 在現場也提醒這一名女駕駛 一定要特別留意耗制標誌 才不會有開錯 東森新聞在高雄報導